3月2日 只要那帆有恒 时间的浪潮会将小人物推向时代的前端 只要脚踏实地 历史的巨手会将小姻缘聚合成分工伟业 有人问台塑公司的董事长王永庆 成功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他回答说 刻苦耐劳从基层做起 因此在台塑招考员工时 即使是大专的新进人员 都得接受为期六个月的轮班训练 这就是要养成他们有学徒的性格 凡所有受训的人员 都必须从操作、打包、搬运、保养等最基层的工作做起 这一切无非是要训练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并且培养坚强的实力基础 要他们做一个好的学徒 1987年 震诞企业的创办人陈永泰先生 突破一般企业传统的接班模式 把董事长位置交给毫无亲戚关系的郭敬才 此事引起企业界相当大的震撼 郭敬才先生在进入震诞行之初 就是从最基层的推销员做起 因为表现优异 十数年中逐步升任为总经理 常顾董事到董事长 可见一个人只要肯脚踏实地地做 学徒也能成为大老板 一间房子要盖得好 地基要牢固 一个运动员球技要打得好 基本动作要纯熟 能受苦 能耐劳 这是成功的基础 一个人要成功 必须从基层做起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 能从学徒做起 才能稳扎根基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文思修 一个人只要肯脚踏实地地做 学徒也能成为大老板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